現在我們有了這個數值之後 真的就可以把那個LE燈的測試就可以拿進來了 所以我這個重新啟用囉 啟用我的積木 是回來了 接著如果 等於說我偵測完了 各位要留意一下我們現在 放在這個裡面的 所以它就不斷的去偵測對不對 所以 LE燈的開關要放在哪裡 是不是要放在這個裡面 你放在外面 誰理你啊 就只做完一次就走了 所以要留意一下 到底要放在哪邊喔 那我們現在LED燈呢 我就來告訴它 LED燈是屬於原件模組 我就告訴它 如果對不對 如果說我偵測到的這個數值 那我先把這個打開 如果如果在基本功裡面 跟邏輯有關係的判斷是 有沒有如果跟執行 按著拉出來 如果 我偵測到的這個數值 感測加C 就是我就 顯示可以精簡嘛 但是取得的值沒有關係 這不會顯示出來的 如果這個要大於等於 那就有一個條件判斷喔 那我們來看條件判斷 如果有沒有這裡 等於的 什麼大於等於小於有沒有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好 這個幾乎 很容易跟剛剛那個混在一起的 也有人看到等於 這裡也有看到加號 就會兩個混在一起 因為一個是邏輯判斷 一個是數學運算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不要找錯的 他是屬於邏輯判斷裡面的 這裡 丟進來 好那丟進來之後 我就告訴他 如果這個 是不是填進來了 假設 小於等於 那數值多少 我們就來看 因為我這裡 我並沒有把這個 也就是你現在 變成六六十幾啊 五十幾那個值 帶到這邊來 他目前偵測到 是否還是0到1之間 對齁 不要老是不要搞混喔 來一個填個61 那你們家燈熊有沒有 天空看 最省電有沒有 台電說這種最好 哈哈哈哈 年年補助 所以你要確認一下 數學是 是不是數值 丟進來 比如說我在這邊 零點 零點 我這邊最小 好像 零點四 好 就小於等於零點四 我就來把 LED燈 把它設為 按 這樣應該都幾合理吧 請問如果大於 因為小於等於 大於 是不是要把它關掉 天亮的就把它關掉 那裡有 如果 否則 這個時候呢 你就找這邊 旁邊有沒有齒輪 這個 齒輪按一下 有沒有否則 丟出來 丟在這裡喔 你不要丟下面 你想說丟下面比較好 沒有 丟上面 有沒有多一個否則 丟回來 是不是就不見了 否則 用完了請齒輪按一下 真的收起來了 好 所以我在下面這邊 我就可以把這個 Copy貼上 是不是有這樣感覺了 是 所以 你應該知道 我 我這邊要等待一下了嘛 但是呢 積木的寫法 這樣老師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好 那換老師試看看喔 記得 我剛剛講的兩個重點 有一個很容易搞錯的是什麼 邏輯判斷跟那個加減 乘處 那個積木的位置 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我們的邏輯判斷的那個位置的 裡面就有一個 大於等級小語 我先給老師看一下我這邊的執行結果好不好 來 你們畫面借我一下 抱歉抱歉 你看我現在是不是大於0.4 有沒有亮起來 現在是靈界喔 有沒有亮起來 這樣簡單吧 這樣也叫神殿奇蹟嘛 呵呵呵 OK 所以其實這樣實做之後 老師就會發現 原來 我們現在除了會用寫程式以外 我還能夠控制周遭的東西 這樣子我們物聯網才會比較好玩 因為這樣比較生活的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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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